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夫 直行 有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世界上最长的车是什么车 相信答案很多人都听过 是实车 政府日前将观塘委业街 开沿道回旋处正式改为十字路口 说想透过时次改建舒缓交通制室 谁知改制后首个工作巅 上至交通比之前还要塞得甘 有找食车司机说 未改之前行到四转车 现在塞到走三转 难怪找食车司机生气 走小转即是收入又少些 这是很现实的考虑 观塘交通早就被弃弱 一念观塘一念地獄 究竟将回旋处改为十字路口 是天堂还是地獄? 东夫请来了关注观塘交通问题的人士 为大家拆解观塘塞车之谜 可以怎么收科?事不宜迟 东夫各界职营 由回旋处改建十字路口的上班第一日 我们都收到零星的市民 我们表达当天早上的情况出现慢车 以至乎到塞车的情况 而当天本身在开沿道有三条行车线 因紧急维修变了两条 于是就会形成到车流量出现了倒塞的情况 就会去到开源到另一边 这是我露面的容量的问题 未来开河 其实我会担心 开河第一天都会出现了一些擠塞情况 所以在这段期间 我们不断约同关的政府部门 进行一个实地视察会议 亦都期望将路面的障碍物 以至乎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水马 都可以整理一下 另外也就着整个交通安排 要作出及早的呼吁 在当地也要增加一些指示牌 方便驾驶者或者行人 其实我觉得部门是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这个工程涉及到不同的政府部门 当中有土木工程拓展处 运输处 警方 以至乎是工程团队 如果能够加强不同政府部门的协调 以至乎当地的议会 持份者 工厦 或者相关的人士 做好事前的沟通的话 其实我很深信这个情况一定是有一个改善的 当时刚刚发展了官塘区 包括发展住宅 到60年代尾开始去规划官塘工业区 大约在70年代那时落成的 当时的道路和现在没什么分别 60年代基本上在官塘区的汽车是不多的 只是一些巴士去经过 以现有的官塘区的资源 根本没可能承受到这么多汽车进入官塘区 唯业街的回船处 变成了十字路口 政府有没有想过 一些措施 令到巴士 甚至是小巴这些监控具 去到官塘区 是可以顺利呢 怎样改善这些道路规划呢 这些一拼就去想吧 很多线是以官塘码头去总站 一去到开源道 整个十字路口 变了灯之后 我希望政府在这方面绝对要验证检讨 巴士也绝对是可以帮铁路分流一些乘客 如果不是的话 这些根本是死症来的 就住驾驶人士担心开瀑日 官塘失车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 运输处回复东夫指 将会在开瀑日即9月2日早上 以最高级别联合督道模式运作 并会联同警方和各公共运输型版商 共同实时密切监测当日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 有需要时会实施相应交通管理措施 前面提到找食车司机埋怨 改制后失多几前重 当然 不排除车龙日内是销声匿迹 为什么?因为比着理 明知那头塞到妈妈都不认得了 你会在未来几天照样驾驶上班 还是暂时改回搭铁呢? 另时间有点驾驶 先观看吧? 答案大家都知道 其实官塘的塞车问题 早已成为生活在该区 以及需要出入该区人士的恶梦 根据政府统计处资料 2023年 官塘人口高达67万2千 虽然沙田元朗的人口更高 分别是70万5千 67万5千 但沙田元朗的面积 分别是68.72 138.400平方公里 反观官塘 11.200平方公里 地方细细 但就要应付67万人的出行需要 先天已经有局限性了 不止这样 随着将军澳区不断发展 出入将军澳的车楼 为官塘交通 构成一定压力 想不秒细车楼大都难 另一个现实因素是 官塘的违派问题 亦是数一数二的严重 令原本已经地小人多 车多的官塘 没有最塞 只有更塞 提了港官的了 想舒缓官塘失车问题 需要从关键处着手 否则 官塘失车只会变成 繁忙时间失控碎 另一道经典香港独特风景 今集东夫即应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住致电我们爆料热线 3600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 东夫即应 拜拜